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还有女生的话 女生的话 宋茜 近三期的花哨将许晴的公主并推上了风和浪尖 而作为在花哨中一如同心的小伙伴明明才是最有发言权的 走我们就来拷问一下明明眼中的许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觉得琴姐其实特别好 对 她就是跟我是同龄人 同龄人的感觉 感觉因为 对啊 她是拥有一颗少女心嘛 所以跟她在一起没有 就没有 就没有 一些隔阂吧 对 而且琴姐其实 她会在 就是比如说她会很关心你 就是 就很多小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 呃 她会关心你 哎 怎么有的时候怎么不说话了 哎 怎么爱怎么吃那么少啊 很多点 就是 我觉得观众们还是要看之后的节目 对 因为现在只是有那么几期 不能够 完全的展现任何 任何人的一面嘛 我觉得到最后再来评判一个人 就是最好 最后的最后 本小屏一如既往的帅机送福利 见了长达五分钟屏幕的你们相信内心一定很好奇 我明明也对什么样的女孩子才是最没有抵抗力的 来来来 我现在就告诉你们答案 撒娇的话 呃 会有点被麻到的感觉 嗯 哭的话 应该是 真受不了的 你会心想 但是又哭又撒娇呢 就是会让我心碎了 所以你还是喜欢软妹子 我喜欢她哭 王狗拉斯文 我不会告诉你秘密的独山专访 还有下集 至于是什么时候出现 可可那就看没想不业的心情了 帮忙 这一天花哨城市典移会来到南静 男生光环加深的咪咪 现身典移会现场 与粉丝而心里互动 现场爬窗的爬窗 尖叫的尖叫 总之就是人们没换就对了 芒果拉斯文火足派桌当家花袋小鱼记 前往现场 步入咪咪怀众 进行了一番思维跳跃的访问 也蛮足而眼又眼的咪咪 对于盗幕笔记中那个狂炫酷拽 遮住了半个世界的刘海 又有怎样的自我认知呢 这个得去问村口的王师傅了 他给我做的发行 那你满意吗 满意啊 因为我觉得就是在动作的过程中 其实还是挺酷炫的 花哨中分一定都知道 我咪咪卖的一首好乖巧 不然就知道哥哥姐姐 简直邋遢了和这个世界的年龄差 而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确实年纪小啊 对啊 所以我见到大家 就是 都是喊哥啊 在花哨中 锦宝说 什么我跟他撒娇什么的 可能我想的时候就是这样 对啊 我觉得有需要帮助的时候 就是 哥你帮我一下 怎么做 我平时都是这样的 并不是像他说的 我一没事了 就不喊他哥了 什么喊锦宝 不会 我都是哥哥哥哥哥哥这样算 那么 在演艺圈里合作的众多哥哥姐姐中 你最喜欢跟谁合作呢 汉 张汉 汉哥 四大名古 陈伟廷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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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还有 女生的话 女生的话 宋献 近三期的花哨将许晴的公主并推上了风和浪剑 而作为在花哨中一如同心的小伙伴 咪咪咪才是最有发言权的 走 我们就来拷问一下咪咪眼中的许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觉得琴姐其实特别好 对 她就是跟我是同龄人 同龄人的感觉 感觉 因为 对啊 她是 拥有一颗少女心嘛 对 所以跟她在一起没有 就没有 一些隔阂吧 对 而且琴姐其实 她会在 就是比如说她会很关心你 就是 就很多小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 呃 她会关心你 哎 怎么有的时候怎么不说话了 哎 怎么吃那么少啊 很多点 就是 我觉得观众们还是要 看之后的节目 对 因为现在只是有那么几期 不能够 完全的展现任何 任何人的一面嘛 我觉得到最后再来评判一个人 就是最好 最后的最后 本小平一如既往的帅机送福利 见了上到五分钟闭幕的你们相信内心一定很好奇 我明明也对什么样的女孩子才是最没有抵抗力的 来来来 我现在就告诉你们答案 撒娇的话 呃 会有点被麻到的感觉 嗯 哭的话应该是 真受不了 但是又哭又撒娇呢 就是会让我心碎了 所以你还是喜欢软妹子 我喜欢好哭